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一次PCR 隔离14天起满进行二采 而其他国家入境就只要裁减一次即可 你的检验居家检疫当你的旅馆够不够 不要在家里 一定要住到检疫旅馆 但入境阻绝境外最重要决胜的关键 医师也认为入境要普筛 而且第一次筛就要分析病毒序列 入境的时候一定要保安以后 如果是阳性的 你可能他在集中检疫所的时候 你就要去做这个病毒的序列的测试 看看是不是其他变种的病毒 根据统计六月下旬 平均一天577个人入境 6月25号更是一天高达1408人 指挥中心对普筛的态度观望当中 是否因为量能不够 大的量能已经到12万多次了 到底要怎么样去做一个裁检 其实他也牵涉到一些移动的风险 跟管理的问题 郑文灿提出建议按照目前的技术 可以在机场装设PCR30分钟快速筛减机 但指挥中心认为旅客上机前 已经持PCR 引信证明刚下机的筛减到底有无必要 眼看各界阻绝境外声声呼唤 指挥中心还在评估当中 三地新闻放不风险 这本集的报道